西汉杨雄方言 入到现今闽南语白独 出现在中原的声音 我一直要告诉各位 白独就是母语 母语出现一定比文独音还早 而不是在文独音之后所产生的 通语 夏朝的雅言 商朝周朝继续沿用 成为四方流通的语言 就叫通语 那为什么会成为四方流通的语言 因为当时的官方一直在使用 那所以夏朝因为有发明文字又有语言 所以商朝就沿用 只有商朝因为把文字记载在甲骨上面 甲骨上面所以形成甲骨文 结果大家以为商朝是第一个有文字的地方 其实如果没有夏朝就没有商朝 那周朝继续沿用 你看周朝是在中原地区的边陲地带 但是他进来中原 他能然沿用当时的通语 而成为四方流通的语言 西汉杨雄方言一书历经周秦西汉而成书 这本书是从周朝开始记载 一直记载到秦朝 那秦朝被汉朝所灭了以后 这些文献就藏在天路阁里面 一直刚好碰到杨雄去掌管天路阁 才拿到这批文献 结果拿到这批文献以后 他又经过二十几年的整理 才把它做出书 其实他二十几年才整理一些些的字而已 没有很多 并不是很多 从那本书的题材 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西汉杨雄方言里面 其实他记载的方式很简单 他当时就用通语 比如说第一卷第一条 这个知道的字是通语 他就用通语去问楚国的人 去问其宋的人 你们这边知道的字怎么讲 结果楚国他跟他讲说 我们这边叫洞 也就是说楚国有两种不同的方言 这里就记载到 楚国有两种不同的方言 所以很多人都说楚语楚语 楚语它只是一个范称 但是楚国里面还有各种不同的方言 这里有两个 那其宋之间都用TEP 哲学家的哲这个TEP 用这个TEP 好那之前有一个外汇赢家 这个小朋友 他来跟我吐槽 他说我乱讲 因为他说小明女中的小 要念右手边这个有边读边 念瑶顺的瑶 念瑶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他如果念瑶的话 那代表他是读书人 其实不是 这个字不是念瑶 而是当时他们是用 他的土话来讲的 那土话他怎么念 其实土话他念瑶 所以我说 因为读书人如果说他用通语来跟你回答 他一定会回答第一 不会回答瑶 也不会回答瑶 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 瑶是后来整合以后才产生的读书音 当时民间都念瑶 当时民间都念瑶 所以今天我要用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 独孤九剑里面的破剑式 来告诉大家 闽南语的白话音出现在哪里 以因通假就是上国的录影机 以因通假就是上国的录影机 今天要为大家解析 闽南语的母语三千年前出现在中原的证据 我们来看西安阳雄方言第一卷第十三条 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录到闽南语 客语广东话都有 所以也有一个朋友叫陈朝勇先生 他一直在讲客语就是中原的雅言 其实胡说八道 那不可能的 因为客语是来中原做客才叫客语 他不是中原的雅言 但是因为他有学到雅言 所以他就讲出来的客语就是 带有客家腔调的雅言 但是客语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语言 你自己去看客语里面有四仙腔 海陆腔 海风腔 什么腔 一大堆 因为他是来中原学语言 所以学到不得不成才造成各种不同的腔调 但是闽南语的读书音到目前为止 在台湾都非常的稳定 因为有文献的记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卷第十三条里面 这句话 第一个字是甲 甲这个字有很多种发音 甲 忧甲的甲 甲 你是甲的还是甲的甲 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其实是格物之之的甲 但是格物之之的甲 我们可以念作甲 林甲的甲 也可以念作甲 甲物 滴滴 你也可以念作甲 第三个字是甲 第四是甲 甲 滴滴 这个是念作甲 第五 最后这个字是念作中 中 寂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甲跟吉 这两个字的出现的地区 就在中原地区 所以甲跟吉 到目前台湾都还在用 吉空 吉空 等一下我来说明一下 那 第十三条的地的下面这一个字 这个字念中 念中 这个中 我们说你穿古中 穿古中 就古代的衣服 所以你知道什么是中的吧 中是哪一个汉字 请留言回答 假设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留言在这个留言区里面 就知道是哪个字 那其他像崔 沾 利 是除鱼也 你就可以看到 在这一卷这一条里面 除鱼有三种 代表楚国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方言 在楚国里面 所以楚国 因为楚国他的疆域是最大的 战国西雄里面他疆域最大 所以他里面这里就记载到 他有三种不同的方言 好 那中这个字是送鱼也 其实送鱼也 这个送鱼 他是古代最古老的读书音之一 他用中这个字 因为送 他逐书纪年 我记得逐书纪年 就是在这个送 这个地方所记载的 好 那这句话 我们先这样看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鱼就是格物自知的鱼 念作鱼 可是 这个鱼并不是刚才那个鱼 鱼的意思 所以这个鱼 其实它是寄音字 它其实只是寄音字而已 鱼 好 那鱼就是庄的意思 鱼 鱼 这个字可以念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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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區域的因為比較靠近中原 歷代以來就慢慢被銅化了 所以我們大家有幾句話說 客人住在客人爭 他就說客人爭 但是客人爭去住客人爭 他會說客人 那現在有很多的福建人走到廣東 他就說什麼話 他就說廣東話 這樣你有了解嗎 但是遠在東南的 福建 因為離中原最遠 而且都被山給包圍著 結果語言就在這邊形成 獨樹一格的把上古漢語保留到現在 好 那本期我要加印一場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是東漢的 我們再看一下說文解字有一個字 你看懂了你就知道 台語就是那時候的 無庸置疑 或者是說用無妄在此的無那個字都可以 無庸置疑 這句話 你看說文解字他怎麼說 他說這個用就是用也 其實他不是用的意思是用 而是寫錯字 無用自疑 那這個無就是不的意思 就是不用自疑 這樣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其實這個用跟用兩個的音非常的相近 所以當時的人寫錯字而已 那這個現象並不是只有這裡而已 你去看最古老的那本書叫上書 上書裡面這個用都寫成用 因為當時寫書的人都寫到用這個字 其實用這個字就是用 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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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用是用 它的音很相同的 所以就寫不住 所以上古漢語上存 上存在哪裡 在閩南語裡面 就是現今的閩南語 就這麼簡單啊 我們舉了那麼多例子 哪一個不是按照我講的邏輯 而且每一片都一樣 其實裡面也有客語啊 但是客語是難處的方言 所以一直在告訴各位 客語只是難處的方言 如果要聽的話 我下次也可以錄客語的部分 但是我一直不想錄 就是因為不想讓客家人知道 叫做他們是難處的方言 漢障語系根本不存在 因為上古漢語都還在 漢障語系怎麼會存在呢 上古漢語還存在 漢障語系怎麼會存在 所以現在漢障語系的學者 其實都在呼嚨我們 那根本都是假的 因為它的夠你 這兩個字夠你 什麼叫夠你 夠你就是假的啦 所以那個學說 根本是一個無用的學說 研究漢障語系的學者 我跟各位講 一下自知 玩耳一下 謝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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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